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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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晚安 我是李檀 很开心 我们今天又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了 那我们今天邀请的 特别来宾了 其实大家先前也看过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如果第二次来 对对对 那 他呢自己不只喜欢阅读 其实也很关心孩子的阅读 所以如果 有在网络上关注那个 孩子阅读的 应该对 绿军妈妈都不陌生 对 那绿军妈妈 还是我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虽然是第二次来 那李总编辑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绿军妈妈 然后我现在有经营一个 就是粉专 然后会谈一些跟孩子教养相关的 然后也会讲一些我对一些 喜欢的古文的小故事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到我的粉专来看看 那今天很高兴 来到这边 跟大家聊 我很喜欢的一个文学作品 聊斋志意 是 那在我们进入之前呢 我其实要先恭喜一下 绿军妈妈 其实绿军妈妈有一本书 明天要出版 对不对 对 是 他这个书名有点长 对 读懂古人的Tone 就能跳过现代的坑 对 史上最潮的国学经典 这本书明天上市 对 明天明天就可以买得到 是不是 那这本书就是 其实就很适合一般人来阅读 对就是 它是一本比较文学普及的书 然后里面讲到的古人 其实大家在国文课本上都会学过 所以我觉得它试读年龄呢 大概就是可以从中学生 其实高年级就可以来看 是 高年级然后一直到99岁 你都可以来看这本书 是是 那我们先预祝 尼君妈妈这本书可以大买 谢谢 谢谢 好的 是是是 那好的 那我们就先 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 我要先有几点 先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那我们的小编呢 会帮忙搜寻问题 那也要请大家 别忘记留到最后填写回馈表单 那就可以得到今天晚上的PPT 跟那个回放的影片 那还有就是在活动结束以后呢 大家在社群分享今天的截图 然后分享被hashtag 少年读聊哉之意 未来亲子欣赏文学读书会 那就有机会 会得到我们抽出的三本好书 少年这个少年读系列的书 好的 那我们就来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少年读聊哉之意 那 历君妈妈我想请问你 如果你听到聊哉之意 这个书名 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想到的是鬼故事吧 对对 像我自己就会 呃 立刻就会想到那个 那个 聂小倩 聂小倩 对对 借女幽魂 太美了 大家就这个实在她印象太深刻了 对王主贤真的太漂亮 对对对 一来很 这么漂亮的女鬼 对不对 是 然后 然后 那些 那些你觉得很可怕 然后你觉得很邪门的那些妖魔鬼怪 其实他们 多半都有很美好的性格 对 其实 呃就是说 聊哉之意其他里面总共有四百多篇 对对对 然后如果你真的去读他 你真的会很佩服朴松宁 对 就是他在明目清楚那个时候 然后他可以写出这么有想象力的作品 对就是我常说 聊哉之意他就是 一部漫威电影的小说 是 对他的那个画面感跟临场感 让你去看的时候你的想象力真的是 会打开 对 是一个非常棒的作品 对没错 譬如说 像我们在读那个安徒生的 美人鱼的故事 对对对 那其实呢 朴松宁他就写过美人鱼的故事 对对 而且比安徒生早了一百多年 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他里面那个美人鱼呢 其实比那个安徒生 比一下的那个美人鱼 更有智慧 对更有智慧 而且我觉得他的感情又是更丰富 他是勇于追求爱情的 勇于追求 然后自己有方法 对他有方法 然后知道我可以用什么方法 去得到我想要的 对 而不是像安徒生 笔下的美人鱼 就是个悲剧 对 因为他就一味委屈自己 对不对 不断的为对方付出 可是自己最后 其实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 对他没有得到 对对对 然后在这里面 这可以形成一个 好强烈的对比哦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像我自己 我自己在读那个就是 像 罗德大罗德大的女巫 然后女巫 那个一开头 那个场面经营的 非常 很有气氛 对对 很有气氛 然后也是很厉害的 对对对对 我记得我那时候 在读那个女巫 给那个小朋友听的时候 然后每个小朋友都听得很害怕 我就说 那要不然我就不要读 他说不可以 不可以 你一定要读下去 又期待又怕受伤害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里面我记得有一个 有个那个经典画面是 他是讲说 有个小女孩 然后看了他们家一幅图 嗯 然后那个图 那个图里面的那个 激烈会长大 然后你们人物呢 慢慢会变老 你每隔一段时间去看 就会变老 这是多得大家的想象 那其实在菩兽林底下呢 其实也 还有更厉害的 对 就是他里面 比如说 在我们的少年读了 在质疑里面就有一篇 他就是讲说那个 呃 画匹马 对不对 画一匹马 骑上去 对对 然后这里面呢 他其实那匹马 是隔壁林家画上的嘛 然后 跑出来了 然后被他骑到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长安去了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 直接就出去 出去 然后就把那 对然后他就把那匹马卖了 然后卖了 就得到一笔钱 然后得到一笔钱 他就用那笔钱去做生意 后来就很成功 嗯 然后买他马的人呢 结果他骑出去以后 那马就不见了 然后追追追追追追追 就追到原来那个人的 邻居家 然后追进去 才发现 原来是画上的嘛 我觉得 好厉害 非常厉害的一个故事 对对对 对对 他是一个从平面 到立体 再到平面 是是 对 所以你就我们就说 这个普松人的想象力 真的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就是静态动态静态 他是整个的画面感都给你 对对 他经营的很棒 好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先进简报 好 那立军妈妈 嗯 就是我们在讲这个 聊戴智义之前 你该不会先 聊一聊 可能 我们多数人知道 聊戴智义这本书 可是其实对普松人这个人 并不是那么认识 对对 我们先来聊一聊 因为他的 他的生平也非常有趣 对 我觉得 你在谈聊戴智义的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你绝对不能 不去谈普松林这个人 对 因为聊戴智义他是一个很 贴近真实社会的一部作品 然后 他里面其实寄托了很多 当代的一些文化 当代的一些历史 那 我们在谈聊戴 在谈普松林这个人 我也想讲一下 就是 我们中国文学史上 那种文章写的最好的 最厉害的 通常都不是 考试考最好 或者是 官做得很好的那些人 通常是 官场不得志的人 对对对 那种官做得很大 或者是 考试考得最好 他都是没有时间写文章的喔 对对对 那通常就是那种 官场不得意 或是一直被扁 扁到很远的地方去 像苏东坡 扁到那个 苏东坡 然后你看像柳中原 对柳中原也是半转 然后你想白居一 对白居一 他的琵琶行 其实也是在 江州 对对对对 被扁到那个 九江那边去 才写出来 才写出来 然后还有曲原 曲原也是 对对 楚慈 对不对 都是都是在江边的啊 对对 所以 所以 在这样子的 不得志的情况之下 他的文学成就就往往的越高喔 那 辽灾之谊的这个作者 这个浦松林呢 他也是这样的 就是所谓的 诗意正线联盟 诗意文人 没错没错 对 他是那种万年的国考生 就是国家考师 他怎么考 一直考都考不上 可是 他应该说是 就是 呃 笑识了脸 对对 对对 因为他其实 对他可以这样说 因为他其实 在考秀才的时候 他是第一名的 对对对 他第一名 非常厉害的 对非常厉害 那第一名 但是他后来在考举人的这条路的时候 对就考运就很不顺 对就很不顺 就一直怎么考都考不上喔 是 所以他的漫漫人生 其实他有两条主线 对 那第一条是 科举的梦想 就是他一直想要 考上以后 然后就挡挂 因为以前读书人 大概就唯一 就是这条出路 对对对 所以一辈子的青春 大概都在这里 都耗在这里了 对 然后再来 因为他还是要吃饭 还是有限时的考量 所以再来他就是教书 对 因为他有秀才的身份 他有秀才身份的话 他就可以进去大户人家去教书 是 所以他就是 科举跟秀 科举跟那个当家教 对 他慢慢的这一条路 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那 在 他在33岁到70岁之间 他是当了30多年的教书贤神 是 然后都是在大户人家 这样子觅食啊 来回奔布啊 然后考试的时候 也是考了几十年喔 对 然后 聊斋之一这本书呢 就是在他 教书跟准备考试的这个时候 然后完成的 是 那听说是因为他那时候太闲了 就是重考太闲 所以他就在 乡间的一棵树 摆了一个茶摊 然后让商民可以自由的来这些树下聊天 然后说一些八卦 这样子 交流一些时事的看法 是 听说只要你 告诉他一个故事 然后喝你的茶字就不用付 对对对对 他就请你喝茶 对 请你喝茶 这样就是这样 那将来的话 他就是可以抒发他的郁闷 然后也可以填满他自己重考的空白日子 对对 然后 主要大部分的他的这些故事 都是完成在他四十岁 四十岁的时候 然后其后的二十多年间 他就是一直在增补一些故事 这个 他可以一直增补 其实是因为他太穷了 因为有些人 只要写完就可以复印了 就可以变成书了 对对 但是他太穷了 对对 他不能印成书 所以他就只能不断的 就相对的 他的作品就会更增于完善 对对对 就变得很多 就是四百多篇的故事 其实真的很长喔 总共四百多篇 可是然后 整部聊哉之意 完成四百多篇的故事的时候 聊哉 那个普松林他已经是六十八岁的年纪了 是 是 好 那 我们来谈一下就是 为什么他要写 聊哉之意这本书 是 那这本 这本这部书 他经历了几十年才完成 然后有多达四百多篇的 故事集 对是 他为什么要花这么久的时间 写这样子的小说呢 其实他在他的那个 秩序里面 就是聊哉之意的 有告诉读者 他说他 聊哉之意这本书是一本 孤粪之书 那个孤是孤单的孤 对 然后粪是气粪的粪 也就是说他是在又孤单 又气粪的情况之下 完成这部书的 然后里面啊 写的其实都是 呃我们知道 就是一些花狐妖媚 然后一些怪事奇谈 那其实就是因为 普松颖他说 知我者 其在清零黑色见乎 就是知道我的 都是在幽暗的森林 或者是在荒郊野外的 这些孤魂野鬼 所以他觉得他这个 活在这个世界上 实在太孤单太冷漠了 他只能去 像幽民 像阴间 去寻找知音 嗯 然后来弥补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匮乏 这样子 那他客举之路也很不顺嘛 所以他的生活圈 也只能陷在他的家乡跟民间 所以他常常会有那种 怀才不遇的那种悲愤感 所以 可是 虽然他是有那个悲愤感 可是你会发现 他把他渴望得到的一些温暖 对不对 一些情意 都在他的故事里面呈现了 对对对 就是他把他想要 他理想的那些感情 或者是他理想的人际关系 或者是理想人与人交流的那些 他都把他写在这本书里面 是 好 那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 那 聊在里面呢 其他形象真的非常非常多 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说 朴松林可能他对现实环境里面 有很多的不满 然后他其实应该 看尽了很多人情冷卵 那 但是呢 他事实上他还是有他的一些 真实善恶的价值在 那他希望透可能透过他的故事 然后 让人读了他的故事 然后来了解 了解更多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现在来 读 聊哉之一这本书 其实 应该说啦 我们其实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让孩子来了解 这个现实的社会 其实是一个 怎样的社会 对 其实聊哉之一 它可以反映到很多的 真实善恶的价值 是 还有很多的 开放性跟多元性 那我想要讲一下就是 聊哉之一里面 它有 它总共有三个重点 那是情跟事跟人 它的书名叫做至义 就是在他书房里面 记载的那些 奇怪的故事 奇怪的故事 对对对 那就内容而言 这些奇怪的故事 它可以分成三个大主题 那第一个就是情 那写情的故事 都是集中在 友情或是爱情 那不管是 人间之间 人间的男女之间的爱情 或是人和妖之间的 人和鬼之间的 那普松林他都会强调 这里面 真挚不语的感情 对对 或者是被彼此牺牲的勇气 对对对 其实你看这些故事 你会发现普松林 他是一个 纯爱系的男子 他是一个很纯情的男生 不管里面的是 你是狐狸也好 对 乡章也好 对对对对 其实都是非常 真情 然后非常 其实也愿意付出 对对 你会觉得他向往的爱情 就是非常真挚跟纯粹的爱情 可能跟我们之前看那种 金瓶梅那种 有一些利益的纠葛 或者是为了算计什么 这都比较少 他里面讲的都是一些 很真实的感情 那 我其实 少年读聊在这里面 就有讲到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美人鱼的故事 是 就是可以反映出普松林 他对于爱情的想像 对对 他这个美人鱼故事 他就是讲了一个 很爱诗 诗歌的一个书生 然后他和美人鱼 相知相恋的故事 那其中那个诗 在他们的爱情里面 爱情很重要的 对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角色 角色 对 你看生病了 你来帮我念诗给我听 对你念诗给我听 我的病情 对我病情就好了 对啊 我生病 我老公念诗 我的病情可能会更重 我不想他念诗 然后他里面的那个诗 还可以传情 对没错 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起死回生 他可以复活 就是他也是要求书生说 我死了之后 你只要念那个诗给我听 是 我就会起死回生 对 嗯 那另外还有一个故事 叫做神奇的石头 对 他就是讲一个很 其实 是 对对对 他一个很爱石头的人 之间的友情 对 而且你又觉得 那一颗石头也未免太有灵性了 对对 对 就是 他最后还就是 对 他那个 就是说 应该说他这个石头 他就是一定要遇到那个是 懂得珍惜他的人 对 如果没有的话 他宁愿就是碎掉 碎掉 最后这个人过世了 对 他后来 也不愿意再落入别人手里面 对 一颗石头竟然会变为碎片 对就变成碎片 对对对 那个读起来到最后 其实很揪心 很揪心 就会很心疼这样 嗯 然后写事的 写事就是 记录事情的提议 是 那很多部分就是 单纯记录一些生活 一些光怪陆离的故事 或是相野的智怪笔记 对 那就是你看的会很新奇 或是很惊奇的成分居多 那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少年读聊灾之》里面 有一篇是讲 是老虎给人做孝子的 这个故事 对对对对 这个都是超级可爱 很可爱非常可爱 对 那个想象空间也好大 是是 他就是长一只老虎 然后他把一个老妇人的儿子 给吃掉了 毒子 对他毒子吃掉了 后来那个老虎就是有可能 余心不仁想要来赎罪 所以他就跑来赎罪 所以他就当了老妇人的儿子 然后他会给那个老妇人就是打猎 然后送鹿肉给他 然后还会叼来那个金银财宝 对 然后没事的时候 他也会陪在那个老妇人的身边 然后就像一只大猫一样 就趴在他旁边这样子 所以 可能也比他老妇人的亲生儿子 还要孝顺 没错 没错 比我儿子还要孝顺 就是超级可爱的 他里面那个形容 那个老虎的样子啊 然后非常顺动 非常可爱 然后你看完之后 真的心里 你就会觉得很温暖 对 你其实就不会把他当做老虎看 对 你不会把他当 你会觉得说 哦 连老虎都 对 这么的 对 这么真性情 是 那个性情真的非常非常真 对 甚至 其实他在里面讲到的很多 呃 当然里面都是致意嘛 很多那个意类 对 我们会说 非我族类 可是有发现 反而这些非我族类是非常 非常有真情的 对 反而是非常 对待人对你都是非常真性情的 是 是 对 然后至于写人的奇异的事件 他就是描述了各种行为 呃性格独特的奇人 那男女老少皆有 那以我们那个少年独聊戴之一面 就选了一篇是王子安 那王子安他就是描写 当代考生的心里的代表作 那篇蛮好笑的 那边其实是蒲松林的幽默 蒲松林他其实是蛮幽默的人 你们可以看一下那边真的很好笑 他就是一篇以很他夸张的想象 然后描述这个考生王子安 他在睡觉的时候 梦见自己中局了 然后变成禁士了 然后又变成汉林的过程 那里面他就是讲了他的那个样子 就是非常的有趣 大家可以 我先不讲 大家真的可以看一下 里面他用多么好笑的那个语言 去讲王子安的故事 那当然我会觉得王子安其实可能也是 在讲自己啦 蒲松林还自己 对对对对 这个这篇真的很有趣 在写人物性格的时候 这篇真的可以拿来当做 写人物技巧的一个很棒的范本 那就是蒲松林在这么多不顺利的人生 他就写了了灾致意 其实他不只是他想要说教 他放了他的一些信念跟想法 然后透过这些有吸引的故事 然后让我们读者进入了世界里面 得到一些启发这样 是 然后呢其实像 因为了灾我们刚说他四百多篇嘛 对对对 然后这四百多篇里面呢 其实是 以他那个时代 我们说他是成于那个明末清初 对对对对对 他里面有其实 不只说多元 甚至他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开放性 对 我觉得 比如说 以我们现在来说 多元成家 可能这几年我们 啊在台湾 我们觉得 已经有一点习惯 习以为常了 可是在那时候 这应该是一个禁忌 对不对 可是 他在这个书里面 竟然就已经有出现 几篇是描写这样子 对描写这种很多元的 对 概念这样子 像聊太子忌的题材 他是非常丰富 他就是 鬼狐花妖什么都有 而且他其实是翻转了 一般世俗的那种 二元 价值观 然后不再是只有善恶啊 或是性别 跟人鬼的界限 那蒲松林他 鲁旭 就有说蒲松林的聊太子忌是 花妖妖妹 多具人情 也就是说 蒲松林笔下这些 花妖妖妹 都有人的美好的性格 那 其实 这个是一个很新的创举哦 因为在聊太子忌之前 譬如说搜神记 或者是太平广记 里面描写的 这些花妖妖妹的这些东西 他都是被 贬斥 被刺 被 被谴责的 因为他会欺骗人类啊 会会 对人类做坏事 可是我们在看 聊太子忌里面的 花妖妖妹的时候 就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 形象了哦 就 譬如说我们 呃 少年读聊太子忌里面 有选了一篇叫做 风衣足食靠虎友的这篇文章 对对 没错 他的故事叙述主角 主角 他叫车生 这名叫车生 他有一天就是喝醉了睡觉 那迷迷糊糊之间 就感觉身边躺了一个 就是毛茸茸的动物 是 那后来他拿灯一照 诶 是一只可爱的狐狸 一只狐狸 对对对 所以他就觉得 这狐狸应该是喝他的酒 喝到醉了就睡着 跟他一起 一起两个一起醉倒 对两个一起醉倒了 所以他就是帮那个狐狸 就盖被子 是怕他着凉 然后所以一人一壶 又抱着又睡着了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说 在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人和狐之间的地位 是相等的 是平等的 是 对 然后 结果那个狐狸醒来 他就化身了一个美少男 就很帅的美少男 然后他就温文儒雅的 跟车身道谢 就说 谢谢你帮我盖被子 然后也 又让我跟你一起睡同一张床 所以两人就从 从此就结为很好的酒友 对 对 那这个少年帅狐啊 他不仅会陪这个车身喝酒 然后他还会抱那个投资名牌 给车身 你那个买台积电啊 买那个 买什么 对 你就可以赚钱 对 然后 所以那个车身就越来 越富有 让车身就大赚一饼 然后两人的感情就非常非常的好 对 那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 对 所以我们以后不能说狐朋狗友 对 狐朋狗友 其实还很不错 还不错 对 对 我就很觉得有这种朋友 真的看完这个故事 有这种朋友我真的好想要 是 长得又帅还会抱名牌 没错没错 天天陪你喝酒 真的是比哆啦A夢 或者更可靠 是 所以他这个故事 就是打破了我们传统对于 妖怪的既定印象 对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 总朋友特别讲到的那个性别 就是我特别想讲出来 就是 就是在少年读了哉记里面是比较没有收入 没有 因为我们这一套书毕竟是少年读 所以我们从400多篇里面其实选了50篇 因为我们觉得 一方面是说让你小朋友可以透过这50篇 其实对了哉有进一步的认识 对 因为毕竟了哉还是一本文言文短篇小说 对 其实以孩子你自己要去阅读有一点难度 再来就是说 可能在内容的筛选上 我们就想说 还是先因为孩子其实刚起步嘛 我们就先挑一些可能 孩子读起来比较有趣的 然后比较适 适宜他这个年龄可能 年纪可以阅读 对对可以阅读的 对对所以当然就 不得不有些就先把它放掉 对有些比较不太适宜这个年纪读的 像这种性别的 比较 性别的这种故事就比较没有收入 但是我也稍微想要讲一下他的故事 不是故事 他的这些篇章 这真的非常有趣喔 他不光是有男女之间的爱情 他其实有男男恋 然后也有女女恋 跟三娘那个故事非常精彩 女女恋 然后还有跨物种的交往 就是人跟夜叉的交往 最后还结婚生小孩了 没错没错 那篇也非常好看 然后还有男扮女装 对对王二喜 男扮女装 那也有女扮男装 所以他非常精彩喔 也就是你把它放到现在来讲 他就是那种LGBT的 多元性别的文本 是是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 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到 了在记忆他的那个多元性 跟他的开放性 你放到现在来讲 他真的是走到非常非常的前面喔 是是 然后他其实里面还有很多那种 就像我们说的 不只是打破那个善恶性别 对不对 人鬼对对 其实他对于美丑 对 美丑 他也颠覆了我们的想象 因为我不知道 就是说 大家记不记得去年 大概也是这个时候 对 在大陆有一首歌 非常非常红 就是罗刹海誓 对罗刹海誓 对听说他在网路的那个 下载量是超过80亿 对就是非常红的一首流行歌 对他也是取材 是了在志的大罗刹国 对对 那大罗刹国他这个故事 非常也非常好玩 那是跟少爷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有一个书生少年 他叫做马记 他长得非常非常的帅 对很帅 帅到就是大家就叫他俊仁 对对 就叫他俊仁 就帅到 然后他也很聪明 因为他考取了秀才 然后又很会念书 很有名气这样子 真是 对真是 又帅又会读书 对对真是 那我们叫做什么 那个 就是 圣利主 对 人称圣利主 对人称圣利主 对 那可惜的就是后来他爸爸就过世了 因为他爸爸是经营商人 然后他爸爸后来就过世 所以他就继承他爸爸的衣钵 也当了商人 然后有一天他就是出海去经营的时候 那发生了船难 那那个船呢就是飘到了一个国家去 一个异国一个异地的地方 然后他就船搁浅了 所以他就下来然后走入一个村庄 结果就发现 诶 里面的村民对他的态度非常奇怪 看到他就抖得圆圆的 跑就很害怕就跑啊 对对对对 就像看到妖魔鬼怪一样 然后他也发现这个村庄的人 长相都非常的奇怪 是 就是五官都非常特别 非常很像妖怪那个样子 是 然后只有 跟他长得很像的五官的端正人才敢靠近他 对 但是这些人就是更贫困 对更贫 更贫的就像乞丐那样子的人 对这样的人 才会靠近他这样子 那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国家叫做大罗沙国 嗯 然后他 进了都城之后 他才知道说 原来在这个地方 对于美丑这件事情 是跟我们一般的美丑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是马记是最丑 对马记是最丑的 本来是郡人到这也是最丑 对丑的人 然后大家把他当成妖怪 对对对对 他们好可怕不敢看到他 是是是 然后后来看到那个 那个国家的那些当官的 对当官的 哇对 就马记的眼光来说 这些人丑到不行 可是那国家是 越丑你官当的越大 对 而且他们觉得那个丑才叫做帅 对 真的是才叫帅 然后他们是以外表 对对对 就是看脸的国家 是 你越帅 越丑 对 你才可以当像高官 那像郡人 就是马记这种 这种丑陋的人 他不能当官 他就只能就是 对 可是因为马记他其实是非常有才华 所以有一个官 他就是非常想要推荐马记去当他 去推荐给国王去当当官 但是因为马记实在长得太丑了 所以好吧 那就帮他打扮一下 打扮一下 伪装一下 他就把他的脸涂黑 然后披头散发弄得跟张飞一样 就像张飞那样子 就像张飞那样子 然后大家就说 马记啊 你打扮以后 看起来还蛮帅的 对 就觉得他一直走走走 变这么帅了 然后 马记后来就去当官了这样子 对 所以他才明白说 原来罗刹国是一个以丑为美 颠倒黑白的国度 对 所以从这里其实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那个普松年的厉害就在这里 他就是颠覆了 大家一般人对美丑的这个观念的想像 所以说你根本没想到 要去以这个 这样的主题 然后来写 对不对 对 所以是非常有趣 他就打破了 非常厉害 我们一般在讲的二元的这个界线 是是 颠覆了他 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当然啦 因为普松宁这本书 就聊哉之意 其实聊哉之意呢 他非常早 就被国外翻译了 嗯 因为他们说 大概他们也很难想像 诶 没想到在那个 我们的华人世界 竟然可以 有一本这么厉害的作品 想像空间这么大 那当然这里面这样啊 我们就 可能请 是不是 那个绿金妈妈来 帮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说 诶 朴松宁她的写作技巧 你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对 朴松宁她的写作技巧 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是 就是如果你想要学写小说 或是想要学写剧本 你都可以参照朴松林的故事哦 那第一个 他为什么会这么好看 那因为是他的 我们先讲他的题材好了 他的取材是非常的新颖特殊 因为他故事就是 为什么会这么离奇啊 因为他 第一个他写 人跟异类之间的互动 对 就是人跟虎啊 人跟妖啊 人跟动物植物都有 对 甚至有花神 对不对 对 然后再来就是 真实世界跟幻想世界的相通 这两个特点 对 对 所以就是正是这种 奇人异式啊 跟这种 离奇曲折的情节 就会产生一种很美的 很 那种美 引人入胜的那种美学效果 是 对 譬如说人跟虎的相爱 跟人跟动植物的相爱 然后你又可以到龙宫去 又可以到天阶 又可以到阴间去 是 对就是像韩剧或八点档那样子 而且普松林又会一直铺梗 对 他每次铺梗 情节都会反转 再反转 对 譬如说我们刚刚那个美人鱼嘛 对 美人鱼 就是 一下 就是 上面项链的故事就非常的曲折 里面就已经那个转折 对转折就很大 对 还有你刚刚讲的那个马 对那个马到 真的到最后你才发现 啊原来是这样 一开始我们还以为那是 哪一家遗失的马 对不对 被剪到了 最后才发现答案揭晓是 画上的马 对 他就是每次都给你铺一个悬念 然后一个梗 然后让你到最后 发现 原来是这个样子恍然大悟 是 对 这是他的故事情节曲折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他很善于塑造 男主角 人物的特色 那 你可以看到他书中的人物 男主角 大部分都是具有那个世人的身份 嗯 可是有时候可能是人 有时候或者是鬼 然后有时候也会出生世家 然后有时候是家境贫寒 但几乎都蛮有才华的 嗯 然后也不乏就是有一些是神童 或者是 嗯 会念书的人 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些 男主角身上就投射着浓浓的作者的身影 嗯 没错 然后女主角方面就是 什么都有 性格突出啦 然后正派啊 反面 反派的各类人间女子都有 然后就是 表现出那种 原来普松妮她在观察 这个整个现实社会中 各种妇女的样貌 有些是很娇媚可人的 然后有些是很体贴的 然后有些又是很凶悍的 然后 他们是 普松妮对于女性 理想女性的化身 那因为就是这种多元的故事情节 加上人物的形象 就组成了这一部 那个了哉之意 对 然后再想要讲一下她的那个语言 是 对对对对 里面其实真的是非常 非常喜恋跟精洁 对 她在文言文里面 她的那个语言是 不会拖泥带水 然后是很干净的 她不会有很多 多余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 一般的人可能一看 就懂了 她不会太难 对 然后她也是一位就是 了不起的语言大师 她在 聊在自己里面 她不仅充分发挥文言文那种 轻薄短小的优势 然后她还把那种口语 还有或是礼语 加到故事 加到文言文里面 然后大大提升了文言文的表现能力 那譬如说有一篇故事叫做口记 那她就会讲了很多人的声音 有 奴奴 叙叙 拉拉叠叠 男男 急急 浓浓 音音等数十种之多 然后会让你有那种生历其境 非常生动的感觉 然后她还讲了一些那种 呃 小鬼头 小鬼头也是 小鬼头也是 那个聊在自己里面出来的 是 赔钱货也是 赔钱货也是 也是聊在自己里面出来的 所以就是有那种文言文的典雅 但是又有口语的活泼 就让你在读的时候是 阅读的经验是非常愉快跟有趣的 对啊 另外一代就是说 我们刚刚有讲到 就是有一些她的人物 其实就是你会觉得是非常立体 对 很有画面 那这个也就是她很善于塑造这个 人物特色 对 你会觉得这个 比如说聂小倩她就是那样娇弱的形象 在你面前 是 对然后可能 宁采成就是一个很正直的书生的 那个样子 对 对在这里面就是 呃 如果你去读就是她可以不必用 呃 很繁复的那个去形容 可是可以从这些对话 他们的举止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这个 人物她的个性 是是是 好的 那我们就再往下 那 那我们来聊聊就是说 呃 为什么要推荐读了灾之一 因为这本书真的是非常经典 我想我们几乎 每个人都知道 可是呢 你真的要 要 要 说了灾之一是什么 可能大家可能其实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对不对 所以 呃 呃 那我们来 哎 请你去妈妈帮我们分享一下 你觉得 为什么我们都要推荐我们孩子来读了灾之一 对 就是 呃 就是如果大家一讲到了灾之一 大家都会觉得是鬼故事 鬼故事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不只是鬼故事 它是奇幻文学 对 它可以说是奇幻文学的代表作 中国奇幻文学代表作 其实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在看了灾之一的原文的时候 就感叹里面的那种 世界是非常超现实的 因为它会带你去天界 它会带你去阴间 是 鬼道 异国 龙公 梦境 对 各种的神怪狐仙 那还有丰富的情节跟多变的人性 所以 它真的就像漫威一样的电影故事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了灾之一 它是以人鬼 人鬼 人神鬼怪的那种怪 事情为对象 它是跨越了现实跟超现实之间 然后在文体的方面 它又有很多 有爱情的小说 里面有爱情小说 然后里面也有武侠小说 然后里面甚至还有推理 还有推理小说 然后也有那种 豪侠啦 也有佛道的预言啦 就是什么都有 风格非常的多 那有时候 你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典雅 文字有时候很典雅 但有时候又觉得它很好笑 也有幽默的 对 然后也有很凄美的 然后也有很痴狂的 所以整个了灾之一 它是千奇百怪 千姿百态的奇幻世界 然后 再来就是 我很想讲了灾之一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了灾之一 因为它是这么丰富的作品 它可以理解到一个 人性的多面跟复杂喔 因为它是 一个很多元开放性的作品 它又打破了人鬼 善恶的分界 是 然后所以你读了灾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面向的故事 那 其实我常说啦 就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 它其实不是教你要 学习善恶对错 而是要教你去学习 你的人性是有多复杂 对 让你更了解这个社会 对 也让孩子了解 就是说 其实社会什么人都有 对 什么状况都有 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 而且它是有多面向的喔 对 对 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 多元丰富的世界观 就是要学习这件事情 尤其我们常常就是会觉得说 非我族类齐心必毅 也就是说 跟我不一样的人 有可能跟我就是 不是同一条心 我们不是同一边的 不是同一国的 可是你在这本书里面 你可以强烈的感受到 腰界比人界更温暖 阴间又比阳间更美好 所以 经它所描绘的那些 所谓跟我们不一样的异物 你不但不会让人觉得很可怕 反而有时候会让他觉得很可亲 可爱 甚至会让人家很尊敬他 所以 这一部 这一部作品 其实就可以让我们有那种 明包物语 或是我理解你 我包容你的那个胸怀 对 而且很多时候就说 真情相待 对 其实对方也会真情回馈 是是是 对 所以它是那种 了解它是有那种 人类与万物相通 以真情相接的特质 让我们可以更理解这个世界 然后更包容的这个世界 对 那孩子可以从阅读这个里面 对于他们的 譬如说写作 对 可能因为很多家长会 觉得说 我孩子读了 那 对于写作 是不是有一些帮助 那如果说了在 又可以带给孩子 关于在写作方面有 能够有怎么样的提升吗 对 我我们刚刚前面 其实有讲过 胡松林的写作技巧 他是很善于铺陈故事 然后他的人物 导色的刻画也非常厉害 还有文字运用也很高明 对 是非常适合作为 就是写作的范本 你可以看他在 因为聊在这些故事都很短 是 就是在短短的一篇的故事里面 他可以把整个故事 说的非常非常的完整 然后尤其是那个人物性格的描写 他怎么描写人物性格呢 他用情节来推进 然后用对话去展示 所以他可以把人物活灵活现的描写出来 有时候小朋友在描写人物的时候 他可能会写说 我的爷爷是一个很好的长辈 可是你说不出那个很好的 好在哪里 对 对 你要写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情节 写出来说 比如说爷爷他常常会喂食流浪猫啊 这个 就可以知道爷爷真的是好的 就是一个好人 大概是这种感觉 所以要善用情节的推进跟对话 你才可以把整个人物立体的描绘出来 这就是我们读聊哉的时候 可以学习的地方 写作的地方 可是那个 如果 如果我们比较 从功能性来讲 因为 其实聊哉好像是在 学策 在胃口 常常会用聊哉来出题 对对对对对 很常 我们在那个 就是 阅读测验里面 而且 因为聊哉又有短短的一篇文章 他真的很好出题 很适合那个版面 就很适合放一个 短短的聊哉一篇文章在上面 所以很好出题 对 所以他 很爱考聊哉 对 对 对那 因为聊哉之意 是要换头一篇 因为聊哉之意 他是很多次的 出现在那个 国高中的 课文里面 是是 一次我记得是在国三的时候 就会出现了 国三有一篇 叫大猫 然后高中的时候 至少会出现两次 一篇是仲梨 是 然后一篇是 仲梨那边其实 非常非常精彩 很精彩 他也没有很多 他才五百个字而已 对非常精彩 对可是他也是 情节就反转再反转 然后到后面 你会吓一跳那种 是 然后再来就是 劳山道士 劳山道士也很好看 对那 劳山道士 几乎也就是 聊哉之意里面的代表作 对 他也是代表作 然后他也是 考试很爱考的 对 然后再多次被截录在 课本里面 然后你看就是 聊哉之意这一本书 他多次都被截录在课本里面 对我记得 《红楼梦》好像也没有像 《聊哉之意》 截录那么多次 很少 因为《红楼梦》好像 《红楼梦》好像 比较堂堂的就是 流浪王晋大官员嘛 对对对对 因为 好像一两篇吧 一两篇 一两篇应该有 对但是他没有像 《聊哉之意》这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本书竟然可以出现 这么多次 那显见在课纲里面 那个《聊哉之意》的地位 是非常的重要哦 那 其实我们也可以 从文学史上来讲说 为什么《聊哉之意》是这么重要 嗯 我们在看一部 文学作品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去看 它这个东西 够不够创新 有没有原创性 是 就是它的形式技巧 是不是 没有人做过的 那《聊哉之意》之所在文学史上 它有地位 然后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那很重要的意思就是 它有那种很鲜明的独创性 对对 因为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品 在《聊哉之前》 这种 智怪小说 就是记忆 记录这种奇怪事情的小说 事实上是有的 是有 是有 对 在《六朝》的时候就有了 对 像《搜神记》 对 《太平广记》 对对对对 他们都是在记录这些很 这些智怪的事情 但他们是 记录这些事情 就真的只是一个记录 是 它没有像《聊哉之意》 加入那么多的创作的元素 对把它变成一个 那种小说技巧把它放进来了 对 它把情节放进来了 对 它把人物的细致描写也放进来了 然后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能不能让它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是不是有反映了当时的文化 生活的许多的方面 对 然后 是不是有讲了很重要的人生的哲理 那 它 因为《聊哉之意》这些都有 所以这种前所未有的写作方式 就是 我们又把它称作是《聊哉体》啦 对 它是开创了一个 新世代的一个独特的文风 然后在文学史上是很具有代表意义的 对 它其实是 几乎被封为那个 文言文 短篇小说的巅峰 对 巅峰 KING 我们的短篇小说 对 非常厉害喔 对 它成就是非常厉害的 非常厉害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 文字的艺术成就 刚刚其实有讲到嘛 是 所以它会融入很多 就是方言啊 礼语啊 一些 然后跟文言文搭起来 就会形成一个很活泼的文体 那 还有就是它有时候会 加入那个 诗词 便文 这种 对 它一般是 一般是用那个散文 来推动情节 然后铺成人物的角色 然后它的那个诗词 就是 时不时会来一句诗词 时不时会来一句便文 它就是用来抒情或加重语气 就很像我们在看迪士尼电影的时候 然后可能 我也要唱一段 对对 我也要唱一段 然后或者是印度歌舞剧 那样唱一段 对 它这个诗词跟这个平文 就是有这样子的作用在 对 然后也可以挥散一下 就卖弄一下 那个蒲宋林自己的文采 对对对 你看毕竟对不对 秀才嘛 对我秀才我 我会写便文 我也会写诗词喔 对这样 那它又加了很多 那个俗语啊 方语啊 融入古文 又有双关 所以它的那个文字的艺术成就是 非常非常厉害的 是是 对 那再来当然就是我们讲的最重要 就是它反映了时代的精神 还有寄托他人生的哲理 譬如说 呃 斯文朗啊 叶申啊 王子安啊 是批判科举制度 然后促之西方品势 揭露社会的黑暗面 那还有一些爱情故事 就是英宁 清凤交纳 这些是纯美对爱情的向往 那它当然还有像 勞山道士的这作品 是蕴含了很多 就是正面的意义 是 所以 我们真的不能把它当作是鬼故事来看 它就是一个 孤独激愤的痴心创作的书生 然后借着这些鬼进邀请 寄托他对现实生活当中的热情 然后悲悯愤怒 跟他的一些想法 对 是 好 那我们 哦 我们现在到了QA时间 好 那 立军妈妈想请问你就是 少年独疗斋啊 他得大概适合几岁的孩子来阅读 依你看 当然 我想可以用我们这个少年独啦 因为如果呢 援助的话 恐怕 孩子应该还没有 援助真的 对对对 援助比较难 要有一点功力了 对对对对 但就是说我们这个少年独疗灾之意 你觉得适合几岁的孩子来阅读 嗯 少年独疗灾之意 我自己看过 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编的这一套 我觉得他编的真的非常好 因为他重新的改写 对 我觉得其实中年级就可以看了 对是 嗯 我知道这边好像是没有注音的嘛 对没有注音 对他没有注音 没有注音 对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字间啊字体啊都不会太小 对对对对 其实看起来是很舒服的 对对对对看起来 看起来很舒服 对很舒服 而且全部是全彩印刷 对全彩的印刷 所以我觉得中年级的孩子 都会对这本是有兴趣的 对对对对对 他的故事其实很吸引人 对对对对 然后嗯 只要小孩子不排斥没有注音的话 对 就可以来看这本书了 就可以来读少年独疗灾之意 中年级上应该就可以 是 对对 那 呃 如果说啦 孩子我们应该可以怎么读完了 那怎么引导他的阅读思考 而不是说 诶看完就结束了 嗯嗯 譬如说如果你 你带你的孩子来阅读这样的书 那你会怎么去 跟孩子在读完之后 可能你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对话 嗯 通常我们在读一篇故事 或一篇小说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是 他的情节 对 他的人物的性格 所以我们在带 比较小 比较小的孩子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可以 嗯 简单的问几个问题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 你觉得 这个人 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对 然后这个人物的行动 该怎么做 呃 他做了什么 你看到了什么 然后你觉得这个人的性格怎么样 他是 好的还是坏的 你知道他做电视是好的还是坏的 对 这是对于比较中年级的小朋友 我们可以这样子引导 然后再来就问他说 诶那你觉得他做了之后 结果怎么样 是 然后你 换成是你的话 你又会怎么做 是 对 那我觉得在大一点的年纪的 可能 嗯 国高中以上 其实就可以自己读了啦 对 对 就可以不用特别去引导 对对 其实到高年级一点的 应该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那如果家长真的很想要提醒孩子 说 这个故事里面的什么重点的话 我觉得在少年读寥灾之意里面 他后面有 寥灾里的秘密 这边 对 没错 其实就有作者 还有编辑者 想要告诉大家说 这个故事里面的重点 重心 还有精神 是放在哪里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 抓住这个援助的精神的话 我建议就是 可以翻翻了解 理的秘密的这边 来跟孩子做引导 对 嗯 好的 那第二题有 就是说 如何引导孩子阅读 少年读寥灾之意 及理清世俗的观念 如何引导才不会使家长觉得 老是在倡导怪力乱神呢 或让孩子对爱情产生误解 哦 这个 可能我们刚前面其实有 岳内提过了 就是说 嗯 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会鼓励 大家来读少年读 了灾之意 因为 就因为大家 误解了嘛 你会觉得 好像这本书就是在讲怪力乱神 可是你真正去读了 会发现 其实不是 对 我们刚刚聊了很多 对对对对 而且你想想看 课纲都会把 了灾之意放进去里面了 所以 你看会考学车都会考的经历 对对对对对 绝对不是怪力乱神 对对对对 所以 我觉得 我们刚刚有讲过很多 就是这个不是鬼故事 鬼故事可能就是一些电影的引导 会让你对它有这个想象 读解 但是整体他真的不是 鬼故事ạus 就是一个奇幻的作品 对是奇幻 可能反而可以想想 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 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 视野 其实非常广的 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楼刺海 大楼刺国 consultants 你看他对那个 美丑 这样子的观念的 彪准的翻转 对还有人对于长相 对于外观的这件事情的理解 对对是 对 是非常有趣的 然后我们要知道说 少年读的聊天之一的鬼怪 是一种寄托的手法 他并不是在讲鬼故事 他可能讲的是鬼的故事 就是他用鬼的这个东西去 寄托他的理念 他的想像 是 是 他是一种写作的手法 所以其实你把鬼怪这些东西拿掉的时候 你会发现 跟我们社会上在看到的那些故事 都是很像的 是 是 非常像 另外再也就是说 另外刚那一题还有人会说 或让孩子对爱情产生误解 那我在想 这个应该也是 我们很多人对聊天之一的误解吧 可能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 你想到聊天之一会想到什么 想到欠你幽魂对不对 然后你就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会对爱情产生误解 可是里面固然有爱情 其实还有很多 我们刚刚说 他那个情可能有友情 可能有你对动物之情 对植物之情 然后有 其实有各种 有各种亲情都有 其实不只是爱情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倒不用太担心 然后再加上就说 我们自己在编选 少年独聊天之一的时候 其实 我们就已经过滤了内容 对 所以对里面会产生 对爱情产生误解的 基本上 这一点应该可以放心吧 对而且好就算是聊天之一的原文 我都觉得他在描写爱情上面 其实或者是说他在描写 性的词他都很委婉 对那个时候 他其实是很含蓄 对很含蓄的 没有到像金瓶梅啊 对对没错 我觉得他甚至比牡丹亭 还有或者是比 呃 西乡记都还要含蓄一点 对我觉得我觉得 对对对 所以他的原文 我都觉得也还好 对而且因为这个 我们已经过滤过了 对对对 其实基本上 对对对 所以真的大家倒是 呃 这两点倒是都比较不用担心 对对对 其实读起来还蛮温暖的 对 它是温暖的故事 对对温暖的故事 嗯 好 那 余金妈妈 你觉得如何引导孩子 喜爱古典文学 对古文有兴趣呢 哦 这个 呃 我觉得 因为古文是一个 需要日积月累 需要一点功夫 你才看得懂的 呃 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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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言文嘛 我们可能需要一点 是是 一些知识 是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循序渐进的 去挑作品 嗯 譬如说 在小孩低年级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先让他看 白话文的 嗯 西游记 对 大概就是这种情节 很有趣 人跟 那动物里面这样 很有趣的那种冒险的故事 对 像西游记 呃低年级的时候 可以看西游记 然后到中年级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选白话文的 嗯 譬如说 像是三国演义啦 或者是水浒传 这些故事 对 呃 我知道少年读系列 有一套是 我觉得我蛮喜欢的是 少年读试说心语 嗯 是 对 那篇也可以从 那个也可以从中年级 就可以让小朋友去看 因为里面其实也蛮有趣的 里面也短短的 也不难 然后 也很有趣 这个 其实从 从这个东西切入 他就会喜欢 是 因为故事真的很好玩 又不长 对 然后再来就是 呃 少年读 那个 史记 到六年级的时候 也可以看 是 那一部也非常好看 对 实际他那个司马倩 他写人物 写故事也是非常的厉害 没错 也是像看电影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让孩子 喜欢上古典文学 你第一个 第一部要先做 就是你要挑选对的版本 好看的版本 然后 由浅到深 让他们喜欢 慢慢的循序渐进的 喜欢上这些故事 不要一开始就丢给他 很难的 对对 你不要一开始丢给他 很难一点 一开始丢给他 文言文 那他当然是没办法接受 对 但是我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是一定要从小培养 就是从第一年级的时候 就要慢慢塞给他一点 成语故事啦 成语故事 诗词 诗词 对 简单的诗词就可以了 然后带他们去念 带他们去看 然后慢慢的 对 然后你在有一些适当的 情境之下 然后可以用个一两句 可能 孩子也会觉得 诶 突然顿路了 没想到 这么美 对对对 他可能就会喜欢上了 没错没错没错 是是 好 那另外有人说 如果自己不喜欢阅读 如何督促孩子多阅读呢 这个 这个六菊妈妈就不会碰到了 哈哈 不会 有时候也是我很累 或很忙 说不太想读 是 那就欢迎来参加我们的 线上读书会 由我们来介绍 好看的书单 跟好看的书 来分享给你们听 对 那你就 听一下 收 就是接收一点 新的书的资讯 那也许您就可以 跟孩子聊一聊 对对对对 孩子说不定音乐章就来读了 对 其实如果不喜欢文字型的话 我觉得影像啊 或是用听的 都可以多放去尝试 有很多作品是改编成影视作品 那我觉得也可以 也可以 从这边 从那你去先读了 然后可能我们更想知道原著是怎么写的 对对对对 对那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就会让孩子多吸收一点了 对 他当然就是很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 对对对 大家也可以每个月参加一次或两次的读书会 其实也可以接收到很多的新知 对对对 另外再也就是说 我想也稍微聊一下 就是这一段少年读聊在致力 那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因为其实他并不难 那里面其实就像我们刚讲的 他的故事 其实刚刚一句妈妈也说了 其实中年级就可以阅读 对对 但是呢 我们也希望孩子最有阅读这个 这样的书 然后对文言文理也有一点点的概念 对 所以我们其实在 每个故事的后面 其实都还有原点精选 对 他有把古文放进去 古文放一小段 不是整篇故事都有 放一小段 其实最主要是说 让孩子去感受一下那个语感 对对 然后那个蒲松林真正他的笔法 我们说他文字经验 是多经验 对对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体验一下 然后也知道说 哦 原来文言文字上读 其实读多了孩子就会比较容易抓住 对 抓住那个文言文 其实文言文字他有一定的句法 对对对对 你只要去习惯 你要习惯 多读了 然后习惯了 就不害怕 对对像一个新的语言一样 是是 嘿 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习惯啦 嗯 然后所以除了原点精选 其实我们还有文化史尝试 对 文化史尝试 其实就把这篇故事里面 你可能提到相关的 然后就好像你 我们帮忙你又整理了一些多一点的东西 让你像家外挂一样 你就多获得了一些相关的补充的知识 就是延伸了更多的国学尝试 对对对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那个哲理经局 我们也帮忙做一些整理 那另外就是刚那个日君妈妈也有说了 就是聊赞里的秘密 对 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精彩 因为这本书的那个 编著是那个 马瑞芳教授 那他其实是研究 聊赞研究 非常三四十年 就是研究这套书 所以他其实对这里面呢 会有很多那个 我们真的不知道 当初普松林 为什么这样为这个主角命名 然后为什么 他为什么会写这样的故事 他有一些那个考据 对对 他有一些考据 那这个部分其实真的是 真的是行家才能够写出来的 对那我们去读了 其实我们对原来这个故事 也就有更多的了解 这个也是就是 我们未来出版在 其实少年读这个系列 应该来说 我们算是出了几个系列的 那都还蛮受欢迎的 那我们自己 说真的也真的很用心在做 我觉得很棒 对所以我们速度也不慢 但我们希望说 藉由这个机会让孩子也 去接受更多我们的经典 然后除了打好你的国学基础 那其实也可以经营在我们那个 古典文学的氛围里 那可能大家 你以后不管说面对考试 还是说以后面对什么 你可能自己都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素养 那也许你的人生也会走得更顺 嗯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一个小时好像好快 对好一下就过去了 好的那 我要再提醒大家 就是说 请大家记得截图哦 然后跟或是荧幕拍照 那在活动以后呢 公开分享在你的FB或是IG 那hashtag 未来少年 就是少年 读疗哉之意 那未来亲子现场文学读书会 那我们就会抽出三位读者 那会 赠送你那个 精险少年 读系列的书 嘿 好 另外这里就是我们的 QR Code 然后也欢迎大家 就是填写文卷 然后加入我们读书会 那如果你 参加我们读书会的LINE 我们以后就是有最新的讯息 会第一手通知你 那你也可以有机会 抢先阅读我们 呃 新的书籍 好 那 今天非常感谢 大家在线上 跟我们共度这一个小时 那我要特别谢谢 余君妈妈 谢谢 是是是 不感到 嘿 那非常开心 那我们就 期待下一次再跟大家见面 好 晚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